新人王决赛进入倒数的阶段 究竟选手在比赛之前是如何做准备的呢 答案就是在卡拉OK音响店里面来练唱 南加州一家音响业者 最近就打造了一个歌唱体验室 里面的设备非常的齐全 让来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感受到 在舞台上唱歌的感觉 手拿麦克风看着大型液晶电视播放MV 在喇叭音响的包围下 新人王前十强紧锣密鼓练歌 这么专业的设备还以为到了录音室 其实这里是ACE卡拉OK的最新体验室 五彩缤纷的灯光效果好像真的舞台 新人王最被看好的选手之一金磊 就在这里尽情扯开嗓子唱 让我觉得稍微放松一些 而且那么多好的音响 所以就感觉起码是我能听得到自己 也不是需要说在一个屋子里的话 可能就如果没有影响的话 可能就是效果不是很好 像这些灯光 人们进来 不仅有专业的音响 红云扮唱歌单都会随时更新 而且各种语言都有布输给卡拉OK 有了这一套设备不用再当浴室歌手 自己在家就能享受明星等级的声音效果 是列唱的一大帮手 希望你经由这个体验店 能邀请所有的歌唱朋友来我们店里面 亲身体验唱歌的乐趣 今天唱歌你要好的环境 包括从喇叭音响麦克风等等 跟好的灯光才能唱出你真正想要的歌曲 红云扮唱是东森新人王多年来的好朋友 今年也不例外 决赛进入倒数阶段 选手提前在红云扮唱练唱暖身 做最后冲刺 享受自己的show time 业者也欢迎爱唱歌的朋友 来体验室唱歌过瘾 以上就是林平津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